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业趋势的看法 那我们其实之前有聊过一集 就是在聊这个WeWork嘛 对不对 Kate还记得吗 对啊 就是我们在讲 WeWork最近呢 拿到一个非常大的巨幅资金 那这个机构呢 叫Assisting Z 也就是说大家非常好奇 这个是我们数一数二的大型创投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可以就是横扫整个新创界 出厂无数厉害的公司 还有就是很多的独教授 现在都在他的手中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要来聊聊 Assisting Z 为什么这家风格很特立独行的创投 它的投资方法和哲学是什么 那它的背景故事 也很想跟大家聊一聊 那爱心你是怎么知道这个Assisting Z 这个创投 你有没有什么对他们的背景故事 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其实因为我在2010年 跟我以前的这个合作伙伴Jemmy 林志诚在台湾共同创立 或是我加入Airboss 那可以学习到很多台湾那时候 网路跟全世界的网路投资和创业者 那我们那时候当然主要 仿照或是比较的对象一定是YC Y Combinator跟500Stop 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注意到 比如我们早一年成立 2009年成立的这个A16Z 或者它中文可以说A16Z 它有很独特的一些模式 那这独特模式就让我们去 我当然因为并不是网路产业出生 但是也用过早期的这些网路浏览器 所以也对于这个Mark Andreessen 这个人其实有概念 那所以当他出来跟他这个后来 这个在Nescape里面的同事 Ben Holloway一起出来创业做创投的时候 其实非常多网路公司的人都很期待 或很兴奋 觉得终于有这个另一个网路的创业者 出来创业 那他们也就针对过去在创投 他们觉得一些不是那么对创业者 有帮助的地方去做调整 但这两个创业者 Anderson Holloway 他们是他们的名字 就是这个A16Z 他们的全名叫Anderson Holloway 是他们两个创办人叫Mark Andreessen 跟Ben Holloway 他们的名字的合称 所以一个是Mark Andreessen 他是在美国中心部出生的一个 然后到了这个 后来到了这个 英语诺大学 毕业之后 在美国超级电脑集团中心 有参与了早期的这个MoraySight 这个浏览器的开发 后来就一起创立了这个 这个Nescape 王景这家公司的前身 那现在多数的网路使用者 各位比较年轻 可能就不一定知道 这个早期在IE之前 现在可能大家都用Chrome 可是在以前的IE 接触电脑 更早之前 对在95年的时候 他那个Nescape 在他成立才16个月就IPO 那时候IPO价格 从14元一路涨到了这个75块钱 在第一天他的市值就涨到31美元 所以他在1998年之前 他基本上是垄断了整个 这个浏览器市场 后来被微软还有AOL 这个去竞争 后来就卖给AOL 但是让很多网路现在的技术 基础性的东西 都是他们公司发明的 那另外一个创办人Ben Hovich 其实是在英国伦敦出生 后来在加州取得协位之后 后来也join了这个王景 担任这个project manager 那后来他们两个 又一起创办了另外一大公司 叫Law Cloud 那这家公司有经历过 2000年的这个网路泡沫化 还有一些辛苦的这个转折过程 甚至Ben Hovich 也写过基本书在讲这个故事 比如说这个最困难的事情 对那其实就是 虽然他们后来成功用这个16.5亿 卖给这个HP 但是他们觉得其实卖的并不漂亮 那他们两个的特质蛮互补的 Margain Dixon是一个非常技术的背景 而且又很有策略的人 那Ben Hovich的管理能力比较强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组合不见得都能够发生在每一个这个新创公司里面 而且可能时间点就他们觉得时间点在一个巨大潮流里面 你如果选到对的时间点搭配一个完整的强团队 是一个很好投资的策略 这是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在想的问题 所以他们我觉得很多创业家到最后他们就会走上投资之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其实很精准的可以看到创业家在这条路上面 在创业的过程可能会觉得对于比如说产品如何去发展产品 还有比如说在法律上面 在财务上面 以及市场的扩展 募资 以及到最后这个公司要怎么出厂 或是做MMA 卖给其他公司 我觉得他们看到了其实创业公司在这条路上会遇到的很多的危机还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拿自己过去在创业的成功或者是失败经验 然后投入在投资的哲学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蛮多其实创业家 对不起 投资家 就是创投 他可能是来自于化解 或者是来自于可能比较是大型的一些投资银行 所以这样他在其实在创业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难免会看到的是 可能是财报或者是说很多对于数据上面的分析 他可能比较不会那么focus在创业家本身的那种能量 怎么去帮助创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assisting z啊 就是说这两个创办人他自己本身 他们在过去的经验累积 这也是让他们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创业 对不起投资之路对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 YC还有assisting z 甚至像我们Airboard在创办过程当中 我们都非常统一 就是有创业经历的人来当合伙人是比较好的这件事情 当然创投会培养比较年轻的 还不见得创过业 像我那时候在Airboard也是还没有创过业 我当然加入过很多新创公司当早期员工 可是我觉得当那个CEO本身还是一个非常难 而且不容易的经验 他不容易在于第一个你布定有机会 第二个你当了布定能够成功 第三个你居然会成功 有时候布定是你的你造成的 很多时候是时间环境 所以这种种的关系 让那个时间点你看像YC500 Foundry也是一个反例 那David McClure并不是真的当过CEO 但是毕竟都是会加入新创公司 他毕竟也是这个PayPal Mafia里面的一份子 就是说你有经历过新创公司早期的阶段 那像像这个 Anderson Holloway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新创公司 这样打滚过当CEO的 所以他们早期就非常在意 认为说他们的合伙人都要挑当过CEO 或是创办过公司被收购过的 有出厂过的 那所以在他们2009年创立 这当然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因为刚经过金融风暴 那后面刚好就是QE起来 所以我觉得它几乎是QE受益最大的一个创投 从某个角度 QE吗 对因为2008金融风暴 然后09年 基本上到10就谷底了 应该说11年 所以我们看过这个 我从去年底就一直在看各种创投的数字 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 过去20几年 从1995年开始到2017年来统计的话 这个美国20几年创投的分析 告诉我们史上最成功的两年 一个是2002年 一个是2011年 募集的基金都是日后看起来 投报率最高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那两年都是 一点啦 就是对新创募资最困难 就是完全是买方市场的时候 所以2009年当然也不是最佳神 可是已经是很好 因为它不会当下就投资最多 那可是在2009年它进场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又讲到 它前面三个案子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它一来是找对时间点 那这可能也很多 因为它们刚好就是已经卖掉公司 那二来就是它们 也抓对好的合伙人的组合 它们两个之外 它们也找了几个真的做过 这个非并购 或是做过CEO的人来做合伙人 那再来就是它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好的成绩 所以它们后来第二第三支基金 然后还有它们 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一些独特的经营策略 它们针对于如何让CEO Founder变成好的CEO 那一个0到1的团队可以变到1到100 它们有一套完整的哲学 那这个实践在它们前面的10年其实非常成功 但我必须事后回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10年很大的因素 其实还是整个市场的货币因素 造成它们很多漂亮的出场 这个其实现在回头看 因为你如果同样投资能力来看的话 2018年投资到2022年就不是那么漂亮 因为现在市场就不好 可是它如果在2019年出场的公司 是2021年出场的公司 那它都是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创投其实很重要的还是时间点 那这个当然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回避 你就只能够跟你的投资人 还有你的经营团队去搞清楚这个事 不过这是我们以后再聊的事情 我觉得最终还是先focus在 它用了什么经营的策略 以及它有哪些漂亮的出场 我比较想要知道 为什么它叫ASSTMZ 好这个 对啊 ASSTMZ 它曾经啊 就是这个 它的一号员工叫Scott Cooper 然后它曾经在这个 Cora就是一个 Cora 对 问答网站 问答网站 Cora 然后就是有解释这个公司 为什么要被命名为 ASSTMZ 它说因为他们呢 都是算是software这个领域的人 然后这个 ASSTMZ呢 代表Andreason里面的A 还有Horowiz中的Z 然后这个A到Z中间 有16个字母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A 那我们就干脆 把我们的这个 里面它的名字 取一个A 还有这里取一个Z 然后再加上中间16个字母 可以代表 他们有这个软体背景 还有他们之后呢 觉得 这个国际化 或者是本地化 这个名字也比较容易 比较想亮 要不然其实Andreason Horowitz 其实真的很长 对 因为很多像KPCB 对不对 缩写嘛 那AZ就好像有点弱 AZ是蛮弱的 AZ现在变成那个 那个Swarzenica 对不对 我感觉应该要加个什么数字 感觉比较微 比较厉害 A to Z 因为像Amazon也是 你看他那个微笑 就是从A到Z都要笑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都是 他也是就是特别强调软体 那的确没有说 Andreason Horowitz 他一开始就是特别重压软体 然后甚至他第一个基金成功的过程 他就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这个Sophers Hitting the Whole World 其实 所以我觉得 他有好几个经营特点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包括他的这个 非常庞大的合伙人 跟专家团队之外 他的跨阶段 跨产业 以及他的这个 薪资结构 其实都某程度算是有在打破 一些旧有的创投的模式了 所以他其实是这个 借了这个好莱坞 顶级经纪公司 CAA的一种运营模式 那这个好莱坞顶级经纪公司 他怎么来做呢 他认为其实 要培养一个一级的明星 一流的明星演员 不是说 只是让他很漂亮 或者是说有细节 而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 完整整套的这个营销啦 还有法律啊 包括像帮他做公关 以及很多技术方面 这个Kating就在行了 对不对 我们在行的是就 我们还没有到明星 我们是KOL 就是influencer的部分 但是我们看过很多例子啦 你看像美国或中国的 日本的 韩国的都是这样的嘛 他是全方位的去 全方位 其实你除了一开始 你要先独具会员 就是挑中一个 你觉得会明日执行 旨日可待 这个光这件事情 其实怎么挑 怎么找到一个 未来的明日执行 这个在创投界里面 我想大家就像一样 选一个 求探心探都在做一样的事 但是重要的是 你要把它打造出来 这也是一个过程 那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像韩国嘛 他们不是有很多练习生制度 那个学校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其实小小年纪 搞不好 甚至小学 就已经挑中了 八九岁 搞不好就开始了 对 然后挑中了 然后就可能开始做练习生 练习生 那包括 这种准型 身材和外貌的修饰 对 全部他们就是会帮你整个包装 然后到最后 帮你成团 出唱片 或是演戏 然后做全方位的营销 其实 他们把这个 这样的概念 SXXZ 就是它完全的 这个发挥到 非常的淋漓尽致 因为你知道 新创公司 如何被看到 看到以后呢 不是代表就会成功 而是 你不能让它自己 丢着野蛮生长 而是说 你要怎么去寻求 很多 比如说在法律上面 财务上面 或者是 比如说会计 怎么去建立他们内部的财务系统 会计体制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很多的这个公司 它其实是 快速的发展在之后 它可能会在 它的团队的管理 还有以及 比如说 它的财务上面 会产生一些 问题点 所以我觉得 A16Z 它其实就是说 它在帮助创业公司 如何在规避 也不是说规避 遇到问题要怎么解决 它提早告诉你 解决的方法 它非常手把手的在教你 在创业这条路 我们也可以说 它其实创业的高级 补习班 高级 就是说经纪人 可是我觉得这个 就不免让我想到 你刚才 可能还要再更focus一点 因为学校并不透过 投资你获利 传统的学校 所以它更像俱乐部 或是这种 这种 就是经纪人模式 可是 这个就不免让我 让我 回想到刚才 Kathy所说的 如果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透过 整容啦 训练啦 来改变一个人 外貌 但我不说 这是不好或不合法的 会不会有可能 你有时候包装过 然后 或是 我们刚才讨论这种 加速过程 有没有可能 其实 它还是扭曲了一些 创业者本来的天性 或它不一定真的适合 这个事情是 有被讨论的 有被讨论的 但就是说 这的确会 帮助你打造它成功 可是这成功 真正赚到钱的 可能是创 创头而已 创业者可能也会赚到钱 就是 就是那个压力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演艺圈 都有非常多这种事情 对不对 不是每天都会成功 或成功之后 你有可能会迷失 所以 就是说 我觉得这种模式 当然对于投资 这整件事来说 可能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哇很成功 可是 第一个 不会所有的人都可以 适合这件事情 第二个 第二个 你就算真的成功被推上那舞台 你是不是能够承受那样的压力 你最后成功之后 你不建议 你不会一直都成功 你不会一直都在那舞台上 对不对 那个不是每一个创业者 甚至投资人 或是合伙人 他可以承受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或许可以反思的 我不是说这个事情 就一定不好 我只是说 站在我自己 投资跟创业 看到我非常非常多 我自己也经历过的时候 我会觉得 有时候一味的追求最大化 最赚钱 或是最成功 但是是不是真的最好的 当然他派不是唯一一家创投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只是这个策略 我会打上一个 我当然也是拍拍手 可是我会觉得 我不一定觉得 这是我最想要的一种 一种投资策略 还有我觉得他跟一般创投 我觉得他也走出一个不同的路 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媒体 精创界的超级媒体 其实在过去啊 我们不管说你看红杉 或者说其他一些 KPCB 对 KPCB 对 这些大的创投公司 其实很少 比如说合伙人 低调再低调 谦卑再谦卑 对 很少合伙人会走在前面 然后去大力的promote 自己投资的公司 你几乎不记得他们的长相 不是在那行业的 你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会记得 没错 可是AXS&Z啊 他透过podcast 好 然后还有大家记得吗 在一年多以前 盛行的这个clubhouse clubhouse 我觉得他们那个超厉害的 那时候其实他们 他们自己的twitter啊 facebook都很多人 他们也投资了clubhouse 所以他们那时候 其实他们好多合伙人 每天就是整点 准点然后在这个clubhouse 然后就开现场的live 然后就直接 哇吸引超多人你知道吗 每次都是几万人耶 都挤不进去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打造自己的podcast 然后是不同的这个合伙人呢 轮流去主持每一集 然后去介绍自己投资的团队 或是投资的理念 或是他懂的这个创业的一些know how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所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团队 还有超级媒体 那在叮叮啊 或者是在twitter上面 他们的流量也是超级无敌高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他一方面 他去用投资 还有他的成功的这个出场率 去证明自己的投资眼光的精准 还有一方面呢 我觉得他是用媒体的方式 在经营创投 那就变成说 自己的团队自己捧 自己的新闻自己发 他其实也不用受到 很多其他的新闻媒体太多的这个控制 他就自己发 变成说 他是在领导整个媒体的这个声势和曝光 我觉得这一点是做得很厉害的 所以这后来也造成蛮多的创投 也开始跟着这条路在这 他们都说这个 SSD拉高整个创投的这个行销 很累啊 的标准 像我认识有一些 就是创投的这个GP啊 就是怕女人就说 哦 现在都还要到处上节目 抛头露面啦 主持节目 结束啦 对 然后还要自己 常常发现实动态啊 直播啊 就觉得哦 好累哦 都没有时间可以休息 创投的内卷 可是这个我觉得跟 SSD他们一开始就投资了 像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反而就很相信 哦 这个自媒体跟社群 哦 对啊 所以他们也借由投资这些项目 知道这有巨大的红利在背后 然后也看到非常多成功的案例 他们一定是分析过这些data 有啊 像Twitter的一个 之前在专门帮他们做这个 growth hacker 哦 也是他们现在 SSD自己一个很重要的partner叫做 对 Andrew嘛 然后他 他其实就是他自己还出了书 然后教大家如何去 push这个流量 高速的成长哦 所以这个概念也是他们 他开始去提倡 我觉得YC跟SSD 其实套路非常像啊 只是他们的投资模式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这两个partner都 呃 founding partner都是 都是本来就是在 呃 geek界就是非常被崇拜的两个人 嗯哼哼哼 对 就是一个是Paul Graham 一个是这个Margaret Dresson 虽然本来就已经是这种技术创办人当中 很被推崇的这种blogger啊 或者是或者是这种 呃 对 网络红人啦 所以他们成立了投资机会 而且他们也很hands on啦 就是也非常的有实力 他们并不是 他们就他们不是只是会做show 他们不只会说 他们真的也是能够把东西做出来的人 嗯哼 但是我觉得在在整个这个西谷史上 其实这样的人也不是太多 你说像到现在 其实你说像呃 Elon Musk虽然说很很受注意 可是你说他真的很会说话吗 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像 像Margaret Dresson这么厉害啊 或是说像Jobs 可是Jobs就不是一个 必是一个技术技术者嘛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其实这跟跟个人特质 都很大的关系 还有他人生经历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就是 藉由这种经纪公司的概念 所以他们是史上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后台 就是一般讲我们创投分前后台嘛 前来就是讲的是投资人员 后台一般叫back office 大部分情况下back office不会太大 因为一般VC的业务就是 募资嘛 然后投资嘛 然后投后管理 就是说你投资之后 你要做这个 就是辅导啦 协助他准备出厂 当然就可能经历很多年 然后出厂之后要销售股票 然后最后要结清给这个 LP的这个投资人 所以back office通常做比较财务 跟管理性质的工作 可是在 Anderson Holloway 他是用很大量的 我们刚才讲到 行销 业务 技术人力 甚至HR 去协助整个他所投资的portfolio 增进他的成长 所以他是很好玩 他是有点是创投去做加速器的事情 只是加速器不是用这种规模化投资 他是规模化辅导的方式来做 那加速器比较像是说 我用一批一批的创业者 本身里面去产生这个刺激的效应 对 就是说加速器也会有这些 所以其实500的或是YC的这些辅导团队 也都很多 但是他是一批一批在辅导 所以加速器是一整批一整批在看 有点像是收学生一样 我在看是学生一届一届的 这个界内的特质 Anderson Holloway 比较像是说 我去看每一个portfolio 我需要给他什么 然后所以 有点点不同 但其实概念都很像 所以这都很有趣 就是说其实 他们都是诞生于 网路跟云端 或是行动的时代 所以大家同样都注意到 类似的事情就是说 因为创业的资讯 跟这个产业动态 实在是太快速 到一般人无法自行吸收 然后你又需要高速的成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外力就变得很重要 当然这个也就形成 我刚才前面 我自己有过的质疑 就这样的成长 真的可以压缩吗 就是说 有些人或许可以 可是有些人我觉得 就像我现在自己在投的 看的一些案子 我会发现说 有时候你真的还是要等 那个创业者自己收成 他可能创业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就非常的厉害 那前两次可能 有出场或是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 那个经验可能是深刻的 但如果你手把手去拉 有可能它会达到 类似第二或第三次的效果 可是那可能是在 人家花五年 你就两年的时间 一年时间把它拉上去 那后面会不会后继无力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蛮值得观察 可是当然就投资来说 因为投资讲究的是时间效果 我在五年内 创造三倍或十倍 跟两年内创造 这个一样的倍数 那当然是两年内的 这个效果比较惊人 然后这个return比较高 所以可是财务效果 是不是会能够反映到 人的成长 这个事情是我 我现在会回过头来想 这样对于创业生态 其实是真的比较好 不过结果来看 他至少对LP是很开心的 我是比较好奇 就是说他用大量的合伙人 而且合伙人其实啊 他一开始是说 他的合伙人 最希望是找有创业成功经历的人 那其实这样的人 其实也是 我觉得应该也是不是那么好找 因为你说 有啦 有很多创业经历的人 但是不一定都 这个在矽谷比较多了 在矽谷比较多了 可是其实其他很强 所以这个他也是在矽谷的一个优势 对 所以他找了很多这个 有非常地害的创业界的人才 然后来进来 就是当做他们的合伙人 有些时候 有些产业特别多并购案 对不对 对 一阵一阵的 但我也是蛮好奇的 在这种 我刚刚去他的网站啊 算过 他目前的合伙人 有没有超过80个人 绝对是50个以上就对了 那很惊人 看起来非常非常多 我整列我都排不 就是都数不完这样子 我怀疑员工当然记不掉所有的人 对啊 然后他整个员工有300多人哦 所以他的投资人其实说 就是应该是说合伙人啦 合伙人其实就有几十位 他基金应该有十几个 甚至应该有十几个 对 那我也在想说 这么多的合伙人 怎么去分配案子 怎么去分配领域 其实这个是蛮重要 因为有可能是会 这个往内互打 自己看到的 然后跟同事看到可能互抢 像这个我觉得 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然后就算你是不公平预 这个我想在大规模的公司都有过 我当然经历过一些 比较有据规模台湾的一些 没有到这么大 但是台湾有几家公司也是超过 就是一般在VCI说 合伙人超过十个都是很大的了 通常合伙人等级 而且你有可能说 这个团队 他之前已经跟这个谈过了 然后可能 别的合伙人又对他有兴趣 所以那个 Synchronization 就是说同步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 在这么大的组织里面 又很扁平 他一定是有很高效率的 资讯管理系统 或者是说他 有人知道的话 所有人就要知道 这个案子谁会 一开始就派到谁手上 有可能啊 有可能比如说像Google这样子啊 Google其实每一个在进Google interview的人 他都有清楚的记录说 他每一次被interview 他每一个人interview给他的feedback 然后给他的评分 所以后面的人其实就全部都可以再去前面再看一次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知道说 这个人之前的状况是如何 然后还有就是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 哪一些团队已经interview他了 所以我在想 有我们在挑 比如说加速器像Skydeck 类似这种加速器 也都用类似的方式在做助记 我们在interview一轮二轮三轮的时候 每一个评审有参与的 没有参与都可以看得到 每一个评审给的评分跟助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其实这都不难做 但最难讲你就讲说谁要负责 那其实就是说 这就是分案的决策 我觉得这个还 这个说实话实际上还好 因为他们每个基金 可能有不同的mandate 或者是规判说 哪一个基金主要要投什么 什么类型 或者是由谁来主导 所以可能主导者没有这么多 可能每个基金有一个投 那可能就十个投 在决定这部分 那所以也许没有那么 但是五十个 我觉得相当程度是因为 他们很想要网罗 独角兽这件事情 他们的独角兽真的很惊人 所以说整个性命 你现在算算搞不好 一个人一只都有可能 平均来算 就是矽谷的这个独角兽 几乎都被他们网罗了吧 然后还有 矽谷现在大概有两百五十只 他们就占了五十只 甚至快一百只也许到去年 能不止哦 然后还有web3 一定有将近一百只 web3里面 比如说领头亚 整个各个领域的 最有代表性的公司 比如说像 我觉得量还是 其实最重要是 他们几乎都捕获了 最大的几只这样 比如说像 在web3里最有名的 就是美国最大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也目前是创下 它最大的上市项目 对最大的出场 另外就是 像Stripe 目前Fintech里面 股指最高的独角兽 950亿美金 去年啦 现在大概没那么高 Stripe 居然还比 这个Coinbase 上市的市值还高哦 Coinbase那时候 其实已经是非常高 858亿美金 现在这个独角兽都是 很夸张 很 凹到很久还没上市 惊人 最近应该就比较冷啦 去年的价格啦 所以现在可能就 对 但是最高的时候 曾经将近910亿 就很夸张 嗯哼哼哼 我想最近应该 腰斩吧 所以现在也很惨啦 对 最近那个 很多公司都在裁员 那反正这下次再聊吧 反正就是 但我觉得 所以最近也有新闻嘛 在说这 他的加密货币 大概亏了40亿之类的 好像那个类似的金额 所以其实 但是你跟愿景基金比起来 也还好啦 但是你想想看嘛 他们就 亏了40亿 大家可能下次就赚100亿回来啊 所以其实也还好 对他们过于这些年 其实算一算 真的也是很夸张 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一下 他前面几个基金的绩效 我觉得他们这种大型基金啊 因为他们在整个 寒冬要来之前 其实早就已经 圈钱圈的满满了 他们去年就做好准备啦 去年 没有啊 他们为了9 billion好吗 9 billion 90亿美金 这是吓死人了 台湾一年都不到90亿 对啊 哇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型 90亿快要3000亿了 有万个 3000亿 巨型的基金 对啊 所以这个 AS-10Z 他们其实应该是 早就已经知道说 这个风声 就是 到已经放出来了 这个是台湾 总创头的总值 不是一年 台湾很多 20年加起来的金额了 对 所以你看他这么惊人的一个 巨型基金哦 他在去年就已经 劝钱 劝在那边等 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 早就已经预估到 目前的状况啦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他们两位 创报员都经历过 2000跟2008了嘛 所以他们反而就对于 循环非常有 还有去年很多公司都 上市热潮嘛 就是拼命上市 因为其实也是预估到 接下来升11 然后还有高速额 通膨这件事情 就会让整个景气急转直下 马上就反转嘛 所以大家其实 能够圈钱的就圈钱 能够赶快上市的就上市 赶快出场的就出场了 所以去年其实整个上市出场率 也是这10年来最高的一年 但是到今年 整个市场急转直下 就是变成 这个腰斩在腰斩 所以股价之外 那个每一次的 那个出场的数量 也一直在减少 那其实这些大创投 他其实就在等嘛 因为危机就是转机啊 大家的寒冬对他来讲 就是减便宜 就是跳楼大排卖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说他算有赔 但是我觉得通常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嘛 你在寒冬 你在市场低点 对你来讲就是赚钱的机会 你会赔那么大 表示说你的portfolio base很大啊 对不对 对啊 而且他可能会 在那个新冠股灾的时候 巴菲特也很惨啊 但是你看他现在又回来 多多厉害 他只要进去 他可能之后 哎 两年以后又是好汉一条 就是又是回收惊人 搞不好就是 史上回收最 最好的 最好的这个倍数成长的那一年 又要来了 又要来了 2023 24年一定又是 未来十年最好的两年 所以他目前现在啊 手上还有一些 还没出场的这个独角兽 有差不多快60家哦 所以刚刚讲到Stripe 然后还有 之前呢 也有很多著名被投过的 比如说像给这个Meta 买走的Oculus哦 这个也是 还有Instagram 21收购 Instagram 对啊 嗯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们这些创投 我觉得要成功还有很多 就是人脉吧 人脉啊 这绝对是啊 因为他们你看他们 对啊 他们在成立VC2009年之前 他们都那业内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创投 我觉得人脉占的成功因素 百分之七十 对就是你的案员之外 你帮助案员的能力 这件事情超级重要的 所以啊 你虽然认识创业者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投资 你投资之后 为什么可以帮他成功 其实很大一部分 就是那人脉 当然不说认识人多就好 就是认识对的人 然后还能够帮他们彼此 能够梅合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你要把时间 呃 产业跟人能够梅合在一起 这个事情是训练的来 但是又需要很多的背景因素 没错 没错 所以他目前现在有几只基金呢 呃 详细的算我没有去点 但是我的 我的概念上 他应该是十几只 甚至二十只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经济 但是他最厉害 是他的基金的投资的 领域跟阶段是非常广泛的 那像PitchBook 这个美国的一个资料库显示 他 他到目前为止 他总共投资的项目 已经大概超过一千两百个 然后有三百个以上的退出 然后 有 他们的官网显示 大概二十个左右是IPO 有四五个是所谓DPO 就是Spec 对 那 那他的软体的项目 就超过了八百多件 所以几乎占了他七成以上的投资 可是他后来也对于像 生意领域啦 金融服务 然后后面的加密 货密开始做更多的布局 在2019年开始 他现在已经有三到四支 应该有三支 现在募集第四支的 这个加密货币基金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聊一下 加密部分 但是他另外很大的特点 是他的投资的阶段 这是一个非常挑战 矽谷的创投的一个准则 就传统上来说 矽谷的VC几乎只投 某 某一个阶段 对 有些是专门投A到B 有些专门投P A到A 因为你的基金就限制了 你的案件的这个规模嘛 我们有讲过 就是基金的 一个基金大概切成30分或20分 你每一分大概就投那个钱 那那个钱在某个时期 大概就是某一个轮次 可是Andreason Holloway就是 他 他 他是没有这方面限制的 我不太确定 他是按照 同个领域的不同基金去分配 还是说他 他每个基金就是可以 从头投到尾 但是他的确很厉害 是他可以从 种子轮一路投到上市前 甚至他 他最少 种子轮 可能是那种 对 valuation很高的 种子轮 对啊 高不高一回 就是他 他 那轮次还是很早啊 就是你那个 那个时期怎么投 也不会投超过5个million 但现在可以这么高啦 可是他刚刚出来那时候 2009年 种子轮大概一轮也不过 就是融了100万美金 200万美金吧 嗯哼 对啊 那现在当然 第二次创业的可以拿很多 那可是他可以 也可以投到这个 对不对 上亿美金都可能 对不对 他最近出手那个 Edden Newman就是很高的金额 对 就是那个WeWork的founder 对 所以他也 他 他更有趣的事情是 他其实等一下 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到 就是说他在 第一个基金的时候 他其实在第一年 2009年 他投了两个 两个 那个部位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居然在 刚开门的时候 2009年 他就砸下了5000万 去买下那个Skype 那时候Skype 已经是Ebay的 他等于去收购 Ebay旗下的Skype的股份 那高达了 他第一个基金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他基金事实上 才3亿 他就砸了5000万 非常高 那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做 那可是读过 大概才多久啊 才18个月之内啊 后来这笔投资被证明 是很成功 因为 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 那个 Anderson 就是 他是这个 Anderson 他是一个这个 Ebay的懂事 所以他看到了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Ebay 他可以看到很清楚 Skype的一些营运的状况 然后也看到 Skype的本身的一些问题 所以他买下这个公司的六分之一 买下这个股权之后 然后他就进去重整 这也是他外面一个 很经典的操作 他几乎 把30个主管 换掉29个 很夸张 然后 然后他后来也看到说 这个 智慧手机 那他们也有投资Facebook 后来 所以他也知道说 这个事情会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发展 所以他这个案子 几乎在 不到18个月之内 然后后来 微软就把 这个Skype 用85亿买下来 比当初这个Silver 买下的估值 还高出三倍 所以他就获利了 这个 从5000万 然后 然后获利了 就获利了一亿 左右利润 所以等于说 他在第二个 案子就 就成了一个 很厉害的 获利的方式 而且这是一个 很晚期的 而且他根本不是 不是很早结工 所以等于说 我觉得 Angelo Horowitz 在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就已经 确立了 第一个是 他会做这种 高涉入性的 这个经营管理的 调整 然后第二个事情 是他不管 早期或晚期案 他觉得只要值得 有获利空间 甚至我可以说 有套利空间 但是你要资讯的不对称 他就可以去做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某一种 可能以前创楼 不想做 甚至觉得不屑做 但是 他就是 其实这有点是 皮一放在做的事情 但他就是 他还是用VC来做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 crossover的一种 一种做法 某个角度来说 还有我觉得 虽然他感觉说 他投的非常多 但其实他在领域上面 他是蛮focus 这个领域的垂直投资 垂直度来说 他是非常厉害的 他对于区块链 Cripto Web3 这个产业里面 他是非常垂直 他几乎在这个产业里面 从infrastructure 从基本的这个链 还有就是他们的 这些基础测试 然后一直到整个加密货币 可能有很多 特殊的演算法的 这些货币 然后到可能NFT 他全部都有投 然后还有DeFi 他最喜欢投的 其实是DeFi 因为DeFi 其实就是一种 新形态区块链的 金融模式 所以这块 对 所以这块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一直其实投了 比如说他们投 前面像这个Stripe 他们对于像这种金融科技 一直都情有独钟 所以他其实在某一些 领域行业里面 他们是投的非常垂直的 非常focus 所以因为focus 他才可以打造 他的整个人脉渠道 然后以及他的每一个产业 都是可以连接在一起 互相帮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他的一个 某一种的投资哲学 那包括像他在这个AI上面 他们也其实投的很精准 还有早先的 比如说像我们说 这个Instagram 社群方面 Skype 他们其实也投的很准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创业里面 要投资精准 他不能是广 但是他要是准 但是垂直 之前那个啊 我们的创业之神 陈武甫 他也谈过 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 投到成功的产业 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个产业 自己是非常了解 你要先成为专家 你才能够去找到 这个产业里面的领头羊 所以我觉得其实 Andreason 他们在找 这个他们的partner 也是用这样的哲学 找到这个领域的专家 找到这个领域 曾经出厂过 或者是很成功的创业家 我觉得这个都是 他们在 精准投资上面 他们的一些 独特的指导 好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也是聊了蛮多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 总结一下 这个创投 好 我觉得 Andreason 我也是会简称A16Z 他其实 他很独特的一个经营值 就是他非常相信 技术创办人 可以成为好的CEO 或是最适合当CEO 因为他最了解产品跟市场 可是他可能欠缺了一些管理 行销 或是财务的技能 这就必须由创投 投资人来补足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他的投资哲学上 是很明显的 跟经营策略上 然后他也用这方式来建立一个 很庞大的合伙人 跟这个管理团队 甚至就是后台 那他甚至创了一个 比较新的这个合伙人制度 一般来说 过去创投是合伙人的 高薪 薪水比较高 然后后台管理的 这个人员薪水比较低 可是他把这件事情给打破了 那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扁平的 有些网络公司的结构 就是大家这个结构比较扁平 然后人影比较多 然后全部的比较 有些是goldshaker的角度 甚至非常重视创业者 那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对于每一个阶段 全世界的潮流 消费者的需求 甚至产业化的过程 他要很精准的掌握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从这个 software到 internet到 mobile 他们都很强的 然后找到web3的一个 嗅觉的敏感度之外 就是他们很愿意砸 很大的一个人力跟资金 去抓准这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么精准的 找到这么多的独角兽 甚至孵化 我觉得他也是独角兽孵化器 如果我们说加速器是 孵化器 是独角兽的前驱物 我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加速器不容易产生独角兽 但是很多从加速器出来 第二次在创业的就可能会被 这个红杉或是 engineholds捕获 所以为什么是这几家 我们今天当然是从矽谷 这个最新的创统开始了解 最新的这个 巨型创统了 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老的创统 也会聊到 我觉得从这角度 我们会去思考说 那我们台湾在这很多年 现在也在思考说 我们怎么去孵化独角兽 那当然本土 美国市场有它 这个市场的规模 资本市场的一个优势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生态系 像engineholds这样子 全方位的去给予 那当然才有足够的这些专家 跟足够的经验 还有足够的资金 这个都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除了市场之外 我们对于人才 对于专业的这些人力 是不是能够给予一个足够的补给线 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从他们身上 来看到的一个蛮重要的启发 好 那我们就今天就跟大家介绍 A16Z 就到这边 那我们希望之后呢 可以慢慢的再介绍 其他的有趣的创投 让大家更了解 比如像软体银行啦 这些 对对对 这些其实 矽谷还有很多很多创投 跟投资机构 都值得我们来 分析跟研究 也欢迎大家 跟我们来 多多交流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想要讨论 都欢迎到矽谷 为什么的 Facebook粉丝页 还有社团留言哦 也请大家多多按赞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和QuickPass 也都上线了 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 找到戏谷为什么 再次感谢国家会 Stop Island Taiwan 和书惠世代Mid 双一小鸡的独家赞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